大家好我是Gun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要如何更换这个 吸链盆的这个 塑胶的外壳 基本上 都有我们需要把这四个地方 给锁紧 第一个就是吸链盆这里 然后这第2个 管道然后第3个管道还有第4个管道 然后第4个管道就是说它的水呢 如果你已经吸链的时候呢 它的水会从这里流下来 然后累积到 一个 一定的量 数量然后它会 流向流去 那个 那个水管那里面 那么基本上呢这个水 吸链盆的 它会有这一个 这些这这这这些东西 然后 啊这个是它的外壳 然后这个是吸链盆的壳子 然后这个它是塑料 还有这个 螺丝 那么 为了接受时间呢 我就先把这个 啊 这个 这个胶片呢 先弄好 弄好之后呢 它就是成这样子了 那么之后呢我们就 把这个 这个 先锁紧 锁紧了之后呢 我们才来 把这些 其他的 东西呢 装上去 好了 那么现在呢 这个管道呢 这个管道呢 这个水管呢弄好的之后呢 我们再加上这个塑胶袋 哦 然后 我们把它放在 底下 那么底下这边有个 有个空间 然后我们就从这样子 好 先把它弄好 弄好了之后呢 我先弄好它 OK 那弄好之后呢 那么弄好之后呢 我们就在这里 放这个 铁丝 然后 这样子放下去 然后就 这样子 转动 啊 我们就锁紧它 好 那么现在呢弄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到底还有没有 热水 嗯 如果还是有肉水的话呢 就表示说 可能 那个胶部 粘的不够多 要不然就是可能 需要换 这整只 一整只 那个 塑胶管吧 今天的 分享就到此为止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我是段 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 要如何更换这个 7点盘的这个 塑胶的外壳 基本上 都有 我们需要把这四个地方 然后可以锁紧 第2个就是 7点盘这里 然后这 第2个 管道 然后第3个管道 还有第4个管道 然后第4个管道 就是说 它的水呢 如果你 你已经洗脸的时候呢 它的水会从这里流下来 然后累积到 一个 一定的量 数量 然后它会 流向 流去 那个 这个 那个水管 里面 好 那么基本上呢 这个水 吸脸盆呢 它会有这一个 好 这些 这些东西 然后 这个是它的外壳 然后这个是吸脸盆的壳子 然后这个它是塑料 还有这个 螺丝 那么 为了这种时间呢 我就先把这个 这个 这个胶片呢 先弄好 弄好之后呢 它就是成这样子了 那么之后呢 我们就 把这个 先锁紧 锁紧了之后呢 我们才来 把这些 其他的 东西呢 装上去 好了 那么现在呢 这个 管道呢 这个水管呢 弄好的时候呢 我们再加上这个水 夹带 然后 我们把它放在 底下 那么底下就给你的 那个空间 然后我们就从这样子 转动 先把它弄好 浇好了之后呢 先弄好它 OK 然后之后呢 那么了之后呢 我们就在这里 放 这个 铁丝 然后 上次放下去 然后 就这样子 转动 好 我们就锁紧它 铁丝 那么现在呢 弄好之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到底还有没有 热水 嗯 如果还是很热水的话呢 就要思索 可能 那个脚会 黏得不够多 要不然就是可能需要换 这整只 一整只那个 数车管吧 好 今天的 分享就到此为止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 我们下期再见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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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